有一天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說 奇怪 脖子這邊怎麼長一個東西 多出來的 那因為那個時候想說 睡也沒有常常睡好 然後工作時間很長 壓力很大 就覺得長個痘痘 長在脖子上應該是沒有什麼 奇怪的 反正就等它熟了以後 再擠嘛 就不管它 一過過了四個多月 三四個月 那洗澡怎麼還在那裡 多大 大概那個時候摸起來 就是一個小拇指醬 就一個半小拇指醬突出來 好像也還好 還好 那時候還在想說會不會是痣 會不會後來變成痣 還在想這個 但有一個重點是 它不痛 像這個阿龐 你是四年前 得的是淋巴癌嗎 對 也是你不經意的時候 突然發現的 而且那時候你很年輕 三十幾歲 對 三十九 三十九歲 還沒有四十歲 但是在 剛好在那個 那個三十 三十七 三十八那個時候 就是 事業上剛好有很大的轉變 對 然後 那就得到了很多很好的機會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出道時間說算長不長 說短也不短 然後 就因為那個契機 那時候會覺得說 好不容易 判了十幾年 得到了 找到的機會 所以 那時候都不願意放過 只要能夠 起得來 就把所有的工作都完成 我那時候 我真的 因為 我之前有 就是友台也講過這個經驗 很多網友說 不可能屁啦 放屁 我說真的 因為一個人 你可以為你的 譬如說 家庭 或你的事業 或者你的婚姻 犧牲到什麼程度 這個是很重要 每個人定義不一樣 對 我那時候真的 早上六點半一定要坐第一班高鐵 去台中 三點 四點一定要放我 五點一定要回台北 對 友台拍戲 拍戲拍到晚上十二點 他一定要放我 又是另外一個友台 就睡覺吧 沒有 拍到早上四點五點 一定要放我 又是六點半 天啊 八個月 而且我那時候手上還有節目 還有一個兒童節目 一個帶狀節目 你身體早就撐不住了吧 那個時候 那怎麼受得了 那個時候 我每天都會回到台北 但都沒有回家 對 然後呢 公司很好 就是因為我們拍戲都有戲服 所以都不用擔心 手機就在車上充電 在高鐵上充電 然後我不用擔心 我後來慢慢 到第五個月的時候不用擔心 因為台中的工作移到高雄 我很開心 因為多一個小時可以睡覺 然後呢 而且呢 不用起來 你不用訂 因為之前我台中要訂鬧鐘 而且怕吵到別人用耳機 自己想這樣 到高雄 直接坐到高雄 打掃的阿姨會叫你起來 我們那時候幾乎打掃阿姨都認得 然後就這樣 然後呢就這樣子輾轉 就過了八個月之後 好不容易慢慢慢慢這樣一年 第二年的時候就慢慢 其實東西開始好好轉 時間也比較空 比較空的時候 那時候就有一天洗澡的時候 就突然發現說 奇怪 脖子這邊怎麼長一個東西 吐出來的 那因為那時候想說 睡也沒有常常睡好 然後工作時間很長壓力很大 就覺得長個痘痘 長在脖子上應該是沒有什麼奇怪的 反正就等它熟了以後再擠 就不管它 一過過了四個多月三四個月 那洗澡怎麼還在那裡 多大 大概那個時候摸起來 就是一個小拇指醬 就一個半小拇指醬突出完 好像也還好 還好 那時候還在想說會不會是痣 會不會後來變成痣 還在想這個 但有一個重點是 它不痛 所以對你的生活上是完全沒有影響 你就是每天做它只長一個東西 就多了一個痘痘 完全不痛 沒有辦法不會造成任何影響 然後過四個月五個月 剛好一個契機 是公司啊 就我自己的經濟公司說 你這兩三年 你是不是都沒去健康檢查 我是不是都沒有 哪有時間去 他說 公司出錢去做健康檢查 因為那個時候 常常出現個什麼狀況 有的時候回去家裡面會發燒 可是那個發燒不是高燒 就是可能三十八度多 美衣系統在跟你示警了 對 但是我們常常會有這樣請 就是工作很累的時候 或者是以前我們年紀的時候大玩 跟同學可能玩了兩天三天 然後突然就回國了回到家了 有一點點很累 然後有點小小的發燒 睡了好幾天 那時候都覺得應該是太累 不亦有它 然後常常就中間碰到 拍戲拍 姐應該也有碰過 打點滴生病 打完點滴 再回去拍戲 哇 你是這麼拼啊 幹嘛這麼拼啊 因為有很多的前輩 以前都是這個樣子 對我們來說我們覺得 我們是後輩的應該要有那樣子的精神 所以那個時候也不用 什麼精神讓我想一句話 有一句話這麼說的 你不好好休息的人 早晚會騰出時間來好好生病 真的 真的是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的工作比較特別 就是我們不見得是守在自己的崗位上 但是我們是人的工作 今天我一個人缺席 會影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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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拍戲是這樣 所以我們今天如果說只是你生病 所以以前喔 我們的導演常常跟我們講 當演員喔 沒有生病的資格 要嘛你就是死 所以要嘛就拍戲 要嘛就是死 不拍就這是什麼話啊 那誰敢當演員啊 好壓力好大 這個我想拍過八點檔的 人通通都聽過這句話 還有什麼颱風來了啊 什麼啊 什麼 下刀子都要拍啊 還下雨咧 下刀子都要拍戲 下刀子當然不要拍啦 下刀子都要拍 所以檢查對 這是一個過程 所以我想很多 各行各業大家都不了解 但是很多人很羨慕說 我們工作 但他確實有辛苦一面 他也有好的一面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就想說 那我就去做這個檢查 看到最後呢 醫生他是覺得跟我講說 他覺得是脂肪 可能是脂肪瘀 如果沒有再長大 對 變大喔 沒有關係 你摸起來 目前來看是還好 不用這麼擔心 後來他跟我講說 他建議我做切片 因為他說 如果你這麼質疑 而且說實在的 我這樣子是肉眼判定 促整判定 我不能給你這麼大的保證 我也很怕 如果你自己的話 我也是建議 能你就做 然後我們排了這個切片 要三個月 要等三個月 那結果後來我就繼續拍戲 結果我一個朋友 剛好就 你還拍戲沒有趕快多休息啊 沒有啊 去拍戲 他沒有不舒服啊 對 檢查完了 我就想還是去拍戲 我就碰到一個長輩 反正就跟我講說 就有碰到類似這樣的事情 媽媽 然後他跟我講說 在北投那邊有一間 專門癌症的 如果你去 他收表示你一定是腫瘤 嗯 如果沒收的話 你可以安心等下 另外一種切片的檢查 對 另外一種切片的檢查 就後來收了你 我就把所有東西整理好去 馬上收 哇 因為醫生一看 你幹嘛就馬上收 真的是有經驗沒經驗 差滿多的 然後那醫生跟我講說 嗯 你現在是不是就差還沒切片 沒辦法確診對不對 我說對 他說好 我跟你講 你什麼時候可以來 我第一次想說 那 醫院什麼時候有能夠做 他說你明天來 嗯 明天我明天就能幫你做 不是等三個月了 不用等三個月 然後他還說 而且呢我們這邊報告很快 你三天就看 哇 三天就可以看了 差多多 所以你要嘛就是明天了 還是你要後天 都可以 我就說我最快 我明天就可以喔 那我說那我明天好了 我們隔天我就看這個曲 後來化驗完 一起 哦 一起 好家在 好家在一起 一起沒有化療 沒有 我不用化療 但是 現在已經完全都控制住了嗎 都已經 雖然是治癒了嗎 我中間很調皮就是 一起完之後 大概兩個月三個月就要回醫院了 因為就像剛才一直有講的就是說 它可以幫你切除 但是怕你有一些潛在的生活環境什麼 會讓它很快復發 那當時的 大概四年前的時候 因為淋巴又會跑 它可能這邊切跑這邊 這邊切跑它還跑這邊 所以醫生會比較緊張說 你的麻煩東西是你的癌細胞 會跟著你的身體一直轉移 淋巴在轉移 它很好的途徑 所以它需要常常去 可是你在這個 常常去的過程裡面 你知道就是一個煎熬 然後 那醫生跟你講這五年 我們不能說五年 就沒事 只是說這個五年是很容易復發的 等於你現在開完刀 你這五年 你是患者 重大傷 對 你是患者 所以你要常常來 我現在的狀況是說 醫生覺得 大概半年一年來一次就好了 看你現在的狀況 但我要講一句實在話就是 心理的原因很重要 因為我大概知道我淋巴是因為 勉力的吸頭 我知道我那陣子為了我自己的工作 犧牲到極限 那在住院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心理的轉換是非常重要 因為 你治療了多久 一年的時間 對 在這一年的時間 那這一年的時間裡面 我也都沒有讓家裡知道 甚至就是保險出了問題 比如說你不能再加保 你不能再怎麼樣 然後保險公司會限制你很多東西 因為你是重大 你曾經得過這個東西等等 然後就你知道有時候 就是你心理壓力會比較大 然後後來我去開始去面對這個事情 去想一件事情就是 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說 有些東西物極必凡 你追求過於極致 對自己本身沒有好處 我那天躺在那裡在想說 這兩年多拼成這樣子 想要買房子 想要幹嘛 結果後來就是躺在這個地方 然後 沒辦法去跟家人多說 怕他們擔心 那因為工作關係沒有 女朋友或是一個家人 陪在你身邊去 所以你必須自己面對 我從治療自己開車去 住完醫院 回家做檢測回家 隔一天再做檢測 去把車再開回來 通常都自己去 在這個過程裡面想了很多 那我想第一 信仰很重要 但第二個我覺得 心裡面的開心最重要 我那時候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原來我好久沒有去做一件事情 是讓自己很開心的 你都在做一些 你覺得好像應該做的事情 對 或去追求你剛剛講的嘛 工作啊 薪水啊 房子啊 對 所以你現在的人生最大的改變是什麼 工作量還有接這麼大嗎 我跟你講喔 我後來也休息一年多之後呢 很棒就是 回到工作崗位上 接了一個很長 也派了一年多的八年檔 在這一年裡面 我只熬過一次夜 兩點 對 到兩點就回家 一次兩次而已 這一年時間 那我想就是大家都很 對我都滿體諒的 那我中間裡面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物質生活是我們真的很想 忍不住去追求的 真的沒有錯 可是當生病之後 或是看到親友生病之後 會發現其實有些事情 不要太執著 那我自己的做法非常簡單 我打消了買房子的念頭 因為我現在我媽媽他們都 我姐他們都照顧得不錯 我買房子可能為了我自己 也可能為了以後要組建家庭 那我現在四十多歲了 那我現在就是能夠多一點錢給他們 讓家人去玩 或是去做一些事情 或我自己去做一些 讓自己快樂的事情 不要再執著一些東西 物質東西上面 那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有一天 我突然很想去動物園 為什麼呢 因為我突然就是我在想說 好久沒有做快樂的事情 想說去動物園 我想說因為動物園 我們長大之後 再做大家想一想 不太會去 除非家裡有小朋友 我們小時候才去動物園 可是那時候想說 以前念書書好開心 跟同學什麼時候 我就去了一趟動物園 就簡簡單單去一趟動物園 回來之後那天 自己去吃了火鍋 我覺得身體好滿足 整個心裡面的快樂 我覺得其實 並不是說你一定要花 這三年 五年 十年 然後每天只睡 這小時只為了一個房子 或你想買一個這個東西 我覺得實在是代價太大 我覺得從身邊最小的事情 像我現在每天 我只要有放假 我都告訴自己 去做一件讓自己快樂的事情 不管大還是小 讓自己快樂 真的 好好工作很重要 但是不要為了工作 把工作拼到命都沒有了 這是我們要的人生嗎 值得好好思考 我突然再來問阿龐 你剛剛聽了這麼多的分享之後 想法有沒有一些改變 回憶一下你過去的戀情 有沒有曾經離結婚很近 有 其實以前我們那個時候 結婚都其實沒有像現在這麼晚 老實說 那以前很流行 也不是要很流行 以前要當兵嘛 當兵兩年 然後很多人都怕兵變 常常都會在兵變前 已經訂個婚了對不對 怕女朋友跑掉 念書前先 出國前先訂個婚 對對對 那時候就很多人都這樣做 那那個時候 因為我們交往的也兩年多 然後滿穩定的 那時候我有這個想法 然後就跟我父母溝通之後 我們跟媽媽溝通之後 媽媽有一天女朋友來的時候 媽媽就直接問 我的女朋友說 你想不想就是跟我兒子訂婚 那他快要當兵了 那你沒辦法先訂個婚 那女生當下是沒有說話 那媽媽也沒有逼他 但私底下跟我講說 他覺得太早 那他們家的觀念是 希望他能夠多看看 多看看這個世界 不要這麼早病假 那他這樣跟我講 然後呢 後來短暫的 我們就後來 當兵的時候 他真的就分開了 就很難過兵變 對 那後來回來之後 當兵回來之後呢 又聯絡了 後來他分手之後 他又跟我在一起 在一起之後也 後來也三四年 那最後 對 但最後 還就是我講就是 工作啊等等 然後大家決定說 我們還是分開這樣 那所以那個時候 我有這個 是有那個想法 那 後來的話 一直到最後一段戀情 也有這樣子的想法 那 那最後臨門一腳插的是什麼 最後臨門一腳插的是 我覺得就像楊大哥講就是 其實那時候我是非常贊成同居的人 非常贊成 因為在那個過程裡面 你可以更了解對方的作息啦 然後這個衛生習慣等等 小習慣 小習慣 生活小季節 對 那我覺得就像楊大哥講就是 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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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結婚共識 然後會去了解到彼此的 對方的家庭 那在這個當下 雖然還沒有結婚的時候 我們已經有為 對方的家庭付出一些事情 然後去幫幫對方做 那對方 因為很簡單就是 他覺得在一起久了之後 然後三年四年以後 沒有戀愛的感覺 他是一個希望 常常在激情活化中生活的人 那我是沒有辦法 所以他決定離開 那我覺得這對我來說 也是一個打擊 那大概有一兩年的時間 就覺得單身是很好 我不想要再交你朋友 因為我覺得傷害太大 好累喔 對 好累喔 那還有另外一件事就是 他在休息了四五年的時間 你趴太久還自己 而且那時候覺得說 要重新認識一個人 然後再重新從約會開始 然後再到他們家 是一個 你知道是一個冗長的過程 因為我不是那個素食主義者 就哇 我們在一起 然後怎樣 然後一個月 兩個月 OK 我掰 那這個認識的時間 我覺得要一直這樣輪迴輪迴 對我來說是 對 是我覺得是很傷元氣 所以我現在覺得說 兩年左右差不多了 可是你知道你上次的 就是這一段感情 有沒有很多女生都跟你抱怨 就是說在一起以後沒有感覺 可是我覺得女生 真的是一個非常注意 感覺的動物你知道 可是她要的感覺 不是像你所說的 那麼像韓劇式的那種浪漫 不是 不是 就是一種 你還是把我放在心上 這種感覺 就是說比如說你今天 好像硬食水果 我看到了櫻桃覺得很好 然後就來覺得她會喜歡 或在路上看到一個什麼 她喜歡吃的零食 然後你買回來給她 就是你會覺得 有那種窩心的感覺 然後你現在 有的時候常常的相處以後 會覺得是室友 然後我的存在 我在不在你好我都不知道 然後或者就 你那時候真的 我不會 不會吧 應該不是這個 我想她要的是那種恋愛的那種 她想要恋愛的感覺 但我不是 我其實我不是非常浪漫的人 但是 我是在一起越久會越喜歡的那一種 我反而反而 剛才結束是 那你剛才那你有做什麼嗎 會啊 我覺得有一個迷思就是 大家好像那個 那個恋愛一直談下去 如果沒有結婚 就要一直維持很高度的浪漫 其實我們知道 談戀愛會有高度的浪漫 神魂顛倒 那個都多巴胺在分泌 多巴胺一定會退 一定會退 那你退了 我們能夠時常那種 照顧到對方的需要 照顧到對方的感情 其實這樣我覺得 就能夠維持 維繫那兩個人 那為什麼有時候 不管是男生婚女生 都會冒出一個 沒有感覺 感覺 我個人覺得 就是說 你如果很多人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 結婚之後 就從此以後 或在一起之後 就從此過著 幸福美滿又安康的生活的話 那你就對這個關係的 那個失望度會很高 如果你的態度是說 我們在一起之後 我們就攜手 一起解決 我們人生遇到的 所有的困難 那就不一樣了 我想這三位都很實際 但是說實在的 就是說你如果你要想 現在一個結婚的對象 然後你要跟他說 就是攜手什麼 我老實說 我覺得現在的 社會狀況來講 這攜手共同創造 美好的明天 哇 這個實在是一個 對他們來說 是更恐怖的家屬 會嗎 阿嬤 你現在 阿嬤 連我都沒有 都... 連我都沒有 這種挫折感 為什麼你這個年紀 要問一下 你現在目標年齡層是多少 我現在目標年齡層 大概就是 35到我這年紀 我還想說你目標是不是18歲的 所以他只會攜手共進 妹聽得很害怕 沒有沒有 跟撩妹這樣講人家嚇跑了 真的 35歲的女孩 我相信已經夠實際了 有一個成熟度 35歲以上有一定的程度 也看了一些事情了啦 可是我真的覺得生活裡面的小浪漫啦 會... 情緒經營是要的 真的是還是要的啦 還是要 我覺得說如果說 因為活著嘛 總是要有感覺嘛 要不然的話 對... 但我老實講 很多女生就太下心酸了 但我老實講就是說 就是你知道有時候因為 像我們的工作性質 真的不太一樣 我老實說 你說這些小浪漫 我們都願意去做 因為這沒有什麼 因為我們也希望 是到生活中浪漫 然後讓彼此更舒服 然後更開心 這當然的 但有的時候你知道 譬如說總之浪漫 我... 像我現在每天的生活 我現在每天生活 我早上7點40分起床 12點才能回家 以後 就我現在在拍八點檔 都是這樣 這... 現在這種90集100集 這一拍 你大概就是半年 八個月就是這個樣子 12點以後下班拿來的水果 我想... 我想啦 可能現在連宵夜 你都要... 落一下去買啦 你知道嗎 我覺得... 我覺得是這樣子 這是彼此相互的 就是說你的工作 在你工作的這段時間 你從早忙到晚的時候 是他來體恤你 不是你去買水果 是他來買水果 但是呢 你戲總有休息的時候 對... 戲休息的時候 是你過來做這些事情 這是彼此相互的 當然沒有錯 而且我是... 你可以網路下單啊 三分鐘上個網 訂個水果 叮咚 我跟你講兩分鐘都訂完了 還在背台詞啊 對啊 很簡單 現在因為網路真的太方便了 你只要有心的話 中間讓人家開心嘛 然後年紀大最怕什麼 就怕懶了 對什麼東西都沒興趣了 然後你就像你看 對你們最大的傷害是什麼 你知道嗎 你就沒有那種 小孩子的眼睛了 你對女人沒好奇心了 你知道嗎 所以你就不想要花心思了 你知道嗎 我就覺得... 這樣想想 年輕的時候 這個會在你家樓下 抱一束花 彈吉他的 不可能這個 只有二字頭的事情 二字頭的事情 像你會幹這種事嗎 我覺得大使不會 哈哈哈哈 沒有浪漫啊 因為把花 連花盆丟上去了 可是那女生不管幾歲 都會期待一點點 小小的浪漫 對啊 你是我們電子花束也行啦 對啊 那你現在四五年 單身生活怎麼過的 我現在其實就... 因為工作嘛 然後其實... 我週... 週末的時候 那以前就會跟朋友 然後去吃飯啊 喝酒 現在朋友幾乎都結婚了 想講 不好意思打擾 那有的時候還是會聚會 那現在定期的週末 我就會去某一間餐廳 然後中午去吃飯 在同一個位置吃同樣的餐廳 然後呢 一個人 我跟你講那間餐廳 我大概就是這四年 都是週末的 禮拜五或禮拜六 或禮拜天 一定有一天會去吃 坐在同一個位置 一樣東西 我現在進去都不用菜餐了 他們直接就是來就送了 那我可能再早一點 九年鐘之外 自己去開一場 電影 早場的電影玩 然後就回家 因為現在 因為我是會 我都自己住 然後洗衣服 打掃那些 都要自己來 所以那 現在最大的問題就是 一有時間 就還有一個人倒垃圾 然後常常好幾天不在 你知道我們中間這個時間 倒垃圾是他生活中的大事 我們這個時間 你知道 你知道 你是上班時間 重要 你是每次都錯過倒垃圾 對 倒垃圾也是非常重要的時間 所以我這個東西已經 我想現在喔 40歲以後 什麼東西都不浪漫 對 對我來說 還實際 那對我來說 不會啊 我40歲以後 我還是覺得我可以浪漫 對 對 楊大哥 我是真的不浪漫 我只是現在 我只是現在覺得就是說 不像當年那樣去追風逐月 但是呢 我並沒有 心還是很浪漫 我並沒有抗拒 我覺得說 就像剛剛楊婷講的 或者是畢竟講說 你要想到對方 我給你一點關心 所以有這些 像浪漫這些東西 可以傳遞訊息 我覺得它是一個促進感情 非常好的方法 好